大家好,今天四郎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热点新闻 近日,一批疑似美国的机密文件在社交媒体上流出 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由于这批文件的内容太过敏感 涉及中东、印太以及乌乌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因此,美媒将其称为几十年来最危险的情报泄露事件之一 事后,美司法部和五角大楼迅速介入调查 事件曝光了许多细节,引起了广泛关注 长期监听盟友,美国泄密事件发酵 日前,社交媒体上曝光的机密文件显示 美国对盟友和对手实施了无差别的间谍活动 其中惊人细节的曝光使美国陷入了外交难堪 众所周知,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始终站在基辅一方 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军援 可谓是乌克兰的坚定盟友 但随着机密文件的曝光 双方的真实关系似乎才真正浮出水面 被曝光的文件显示 美国一边搜集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境内设施的种种计划 一边秘密监视乌总统泽连斯基的一举一动 与此同时,大量泄密文件还详细描述了乌克兰春季返攻的计划 透露了乌军在防空部署以及备战上的多个致命弱点 随着这些文件的泄露 乌克兰方面不得不紧急修改作战计划 相比之下,俄罗斯从这些文件中了解到了美国获取俄军举动的重要途径 其截取通信记录 这意味着俄罗斯方面可以通过改变通信方式 更好的对重要信息保密 随着战事不断延长 美乌之间的分歧愈发明显 但双方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在这些文件曝光后 乌克兰想必也没有办法自欺欺人 完全脱离美国的支持不可能 但无疑会在心里埋下一根刺 两国之后的分歧想必也不会减少 美国泄密门暴露更多细节 除了泽连斯基 美国的其他盟友也在被监视的行列 韩国安保式的对话被秘密监听 美国通过信号情报探听以色列司法改革抗议内幕 该消息被传出后 引起了盟友们的震惊以及愤怒 韩国国内爆发了对影西越政府投降外交的新一轮声讨 以色列政府则称内容虚假而且毫无根据 此外 机密文件的曝光也坐实了北约插手乌克兰危机 一张被泄露的照片显示 来自法国 英国 美国等北约成员国的特种作战人员 已经进入到了乌克兰 这无疑证实了俄罗斯方面的表态 与此同时 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大幅增加 事情发生后 美国相关部门立即展开调查 总统拜登对此事密切关注 同时美国还不忘甩锅俄罗斯 称俄方参与其中 但许多西方安全专家和美国官员 却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他们表示 这些文件泄露的幕后黑手可能来自美国 因为许多文件只掌握在美国手中 美国泄密门事件发生后 俄罗斯方面第一时间做出回忆 克里姆林宫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称 这件事情非常有趣 所有人都在研究 分析和讨论 对于美国将泄密仪式归咎于俄罗斯 佩斯科夫显得很坦然 他表示 将任何问题都推到俄罗斯身上 已经成为了一种通病 对于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好回应的 据最新泄露的内容显示 韩国政府内部正对是否相互出售火炮弹药仪式 进行讨论 文件中提到 在美方要求韩国项目提供武器装备后 为了避免激怒俄罗斯 韩国国家安全顾问建议将其出售给波兰 最后再经由这条路线运送到乌克兰 有意思的是 在相关机密文件曝光后 韩国方面虽然表现出不满 但却仍旧对外声称 此类情况并不会影响韩美同盟 此外 美国的监控对象还包括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 以色列 外卸文件显示 以色列的主要情报机构 摩萨德一直在鼓励针对该国新政府的抗讨 在监控盟友的同时 美方对乌克兰危机的介入程度也非常深 尽管美国政府已经在努力消灭证据 但仍有部分文件在网上流传 其中一份文件显示 乌方正在组建12个旅的作战部队 而美国和北约为其中的9个旅提供训练和补给 总共还需6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 不仅如此 这批文件中还详细列出了乌军的弹药消耗量 此外 在一份被标为绝密的文件中 还记录了乌两军近一年的上亡前 内容显示 共有1.6万至1.75万名俄军士兵在冲突中死亡 而乌方则有超过7万名士兵死亡 这与美方此前宣称的 俄方20万和乌方10万有较大出入 目前 美国相关部门正就此事进行调查 由美官员声称 这起泄密事件的幕后黑手可能是亲俄分子 与此同时 乌方宣称 此事是由俄罗斯情报部门一手策划 目的是影响乌军的反攻行动 而另一边的 俄方官员则表示 这是乌克兰为乌岛俄军而设下的一场骗局 此次乌角大楼情报遭泄漏 是美国最严重的安全漏洞之一 对盟友监视的曝光 更是让华盛顿陷入了外交窘境 为了将影响降到最低 美国第一时间与盟友进行会谈 商讨相应的解决方案 斯兰来了 说出你的故事 每天都有新的知识 等着您去发现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 订阅关注我 从此您将不再孤单 我将陪伴您走过每一个日日夜夜 加油陌生人 加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